好我想請問一下小平兄 你最近猛打民眾黨的情況之下 黃國昌已經把你視為公敵了 要整人跟你電鍋機 你怕嗎 他的鏡頭看著我的眼睛 哈哈哈哈 他我跟你講 當然我還是有機會被國民黨提名嘛 我下次要繼續去選那個 因為這是因為 他說國民黨堅持要提鍾小平的話 2026民眾黨在中正萬華選機 一定派出最強棒 請問最強棒是誰 黃國昌出來選 各位黃國昌 周小平我們幫你直接宣戰 挑戰黃國昌 怕他不敢 什麼時候 怕黃國昌不敢 嚇他不敢 對什麼時候 小平哥嚇他不敢 什麼時候國民黨變成黃國昌的法族界 你干涉我們內政 我們國民黨要提我提郭昌明 關你屁事啊 不要講過頭的話 那都是 就是我沒有辦法形容他 就是你是誰啊 你怎麼可以旺志尊大變成這樣 這樣子 立法院國民黨都聽黃國昌的好不好 沒有藍白河你們票可以過嗎 那下一任不管朱聯任或是盧當這個新的主席 為什麼要聽你的啊 好那推誰 我跟你講他是推吳怡軒的 他自己不會來秀給人家 他還有選 對啊 過落選啊 他自己不敢跟你挑戰 除了吳怡軒 那個傻愣的 會聽他的話去選 叫他自己來嘛 不是 這個地方 你就是好把人信 你知道嗎 我問你啦 你今天弄成那樣 然後再選的時候 國民黨可不可以操作氣保 你今天這樣弄 你就是幫 你就是跟 私底下跟那個吳佩儀勾結啦 那就是 你推人來只是拿到國民黨的票 萬一我不信又被余美人這樣拖垮 那還是無配當選 不是 你的初衷是怎樣 藍白河是要幹掉藍嗎 那腦袋邏輯是有動的你知道嗎 是不是 是要土利跟進華成這樣土利民進黨嗎 你覺得國民黨會不會被黃國昌所牽制 我覺得看主席啦 我覺得應該 因為現在總召跟他好嘛 對不對 副總召嘛 是 那新的主席新的局面 那再來看嘛 對不對 有個問題 我想請教一下博文 民眾黨跟柯文哲已經搞成這樣了 一個還在土城等著起訴 另外光是這個爛帳的事情 這些爛帳其實都不是年輕人可以接受的事 但是正傳媒的最新民調還顯示說 24到29歲 還有高達5成8的民眾 是相信柯文哲的 如果照這個民調數據來看的話 民眾黨在基層 是不是還是擁有很多年輕人的支持呢 我覺得會慢慢的覺醒 拜託 慢慢要多慢 你要知道 有一句話 那個 幻滅是成長的開始 那這個需要一定的經過時間 例如說起訴的時候 當看到所有的這個公文書裡面 起訴書裡面 那些最正確的 一一羅列出來 我覺得慢慢的會看清 不過我在這邊講 我覺得黃國昌 實在是有點對不起鍾小平 為什麼 你知道鍾小平當時 他是提倡說 這個柯文哲現在被關了 但是他提倡的是 藍黃沛 藍黃沛 你知道那個黃是指誰嗎 就是黃國昌 嗯 你知道他是瞬間幫黃國昌 拉抬到那個取代柯文哲的地位 結果他今天竟然這樣子 這樣算萬恩負義嗎 算不算 有一點跟江仇報 江仇報 逼著他要把他自己什麼 他說十分之一的薪水捐固而願 仰浪 我不是亂講 我捐十幾年 我的意思是說 他其實就是用比較柔性的語調 去回擊黃國昌說 請問我做了什麼無恥的事情 大概是有一點 你有一點這種 這個心裡有一點這個感覺 感覺有點好像不太平嘛 對不對 那我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覺得 你看鍾小平他最近 他不斷的在呼籲就是說 這個 你那個威京小審你就認罪吧 你柯文哲就認罪吧 其實他是在提醒他們 我覺得反過來講 他才是為柯文哲好 因為事情已經到了這種地步了 你反而面對現實 搞不好你還留有一線生機 就是說 這個檢方或法官覺得說 你這個犯後態度良好 或者可以獲得一些緩刑 減刑等等的這樣的一個機會 可是你如果照 這個黃國昌 他這樣的一個操作手法 我告訴大家 他幾乎是要把柯文哲 這樣民眾黨一路逼到一個 一個緊繃的絕境 你知道他這種玩法是很可怕 到最後 我假設到最後 那個包括起訴書要求 從中量刑說 這個整個包括什麼 在裡面在審訊在偵訊 外面在抗議 然後完全不知悔改 然後挑戰司法威信 我跟大家講 這個到最後不管是起訴 或到最後審判量刑的時候 這些都是重要參考 你知道黃國昌他今天 他今天率領的這些民眾黨 這樣的一個言行 你覺得對柯文哲是有利的嗎 所以我反過來講 反而是 這個鍾小平 每天在那邊言之尊尊的 快點認罪吧 徐子就是連柯文哲都害怕的一個人 因為柯媽媽當他的靠山 以及你要告訴大家 你是如何得罪柯媽媽的 因為我那時候選立法委員 然後柯媽媽就是他從新竹 我那時候選苗栗 他到苗栗來幫我去掃街 然後就是掃街掃街 然後掃完之後老人家很辛苦 然後我們就帶所有的團隊 包括志工 大概可能也十幾二十個人 我們就去早餐店 川東早餐店吃早餐 然後裡面就是有米糕 有餛飩湯 然後他就吃吃吃 吃完之後老闆就拿了兩碗 兩碗餛飩湯出來說 這好煉啊 你們帶回去繼續吃 他可能有多煮 或是他覺得我們辛苦多煮 他就是拿過來 我真的也沒有意識到 他是拿給誰 我想說就是拿給團隊 柯媽媽覺得這是拿給他的 老闆是喜歡我們家柯文哲 他喜歡我 所以拿給 拿給我柯媽媽 然後我那不長眼的朱澤成 就把這兩包餛飩拿走 然後柯媽媽就 他當時沒講話 後來我大概過幾個禮拜 我市府的朋友打電話跟我說 哲成你怎麼跟柯媽媽 有什麼問題是不是 我那時候很緊張 那時候還在選舉 好像柯媽媽這麼重要 不能得罪 然後我就問他說什麼事 他說你是不是偷吃人家早餐 他說怎麼會偷吃人家早餐 我怎麼不住他家 然後他就說你想一下 他說你偷吃他早餐 他說什麼早餐我想了很久 他說讚你們苗栗 他說那個餛飩湯是不是 他說對對對就是那個餛飩 然後我想說 所以那是他的餛飩 然後我當然恍然大悟 可是我心裡就是 就是覺得好像是個小事嘛 我自己都不記得 我現在還有一點點懷疑 是不是米糕 那餛飩湯米糕 就是四個 一碗餛飩也不過五十塊嘛對不對 對對對就是 我們兩碗餛飩加起來挺多七十塊嘛 柯文哲市長給我一個秘書 一個月七萬 我為了七十塊的餛飩 丟掉七萬的工作 對不對心裡很歐啊 不治啊 那就是說那個 當時我心裡還是覺得說 柯媽媽你這個 是不是只是念一下啊 這種東西 七十塊的東西 得高望重 市長媽媽 太后垂田聽證 你也趕快計較 你不會計較 還好小事還好 你後來發現他真的有喪心 是什麼事情 後來就是大概過了 大概又過了一年左右 就是那時候 選完立委之後 又過了大概大半年 然後民眾黨第一屆選黨代表的時候 那時候我還 對這個黨有期待 我去選黨代表 然後我們就是一個 熱心公義到處串聯的時候 敬平啊 瑞德哥 我們一起選黨代表 那就是我們 我們團結組一個team 然後柯媽媽這邊 我們 那他都不錯 我們大家請柯媽媽 幫大家拍推薦影片 然後我們就 找一個跟柯媽媽熟識的人 就是去 一下弄了二三十個名單 請柯媽媽幫忙錄說 我們推薦 這個 什麼台北市一號呂惠銘 請 請會吃他一票 然後說這個人啊 很專業 又很漂亮 然後又是一個 口茶很好 熱心公義 他就會稱讚他一些特質 對 然後後來這三十個影片拿回來 因為 那個我朋友說 就拿回來叫我去翻 那些人是我call的嘛 然後我就每一個影片看 因為我總要檢查一下 東西ok的給人家 然後我看完之後覺得 欸 為什麼我跟媽媽講 我的秒數最短 幾秒 大概就十秒左右 他就真的就是 別人幾秒 別人我看到最長有個一分鐘的 一分鐘 十秒 一分鐘那個就是什麼 他是個里長 熱心公義 年輕人很誠懇 以前還出來自己工作 就講很細節 然後錄到我就是 這個是苗栗縣的一號 朱澤成 那這個人不錯 大家請投他一票 就完全 你就這幾句話就對了 他完全沒有要介紹 介紹我特質 我感覺他就是 後來那個 然後我就問我那個朋友說 他說對啦 他還是很計較 你那個混沌 都幾年過去了 過了一年 所以你現在趕快 明天你就趕快 快遞混沌給他吧 快遞混沌給他 就是 我現場過去煮啦 我們快遞過去 會爛掉好不好 我過去 我們這黑白大廚 黑白煮 自己煮給他